天雅15号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有些人副总统罗托当选 只是在选委会计票场内 却是上演全武行 现场一团混乱 不满选举结果的民众冲上讲台 与维安人员大打出手 互相推进 甚至把四一台网讲台下杂 这些都是无法接受欧丁家落选的支持者 质疑选举造假 甚至上大街焚烧轮胎抗议 就连CNN记者现场连线 也被抗议者一目跟随 一边大哭大叫 这场激烈的总统大选里 55岁的鲁托以经济政策 为服其败前总理欧丁家 却因为双方差距并不大 引爆争议 结果鲁托在胜选演说中承诺会按所有领导人合作 打造透明开控的民主旧权 但面临欧丁家很可能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独特能否顺利执政 带领坑雅这个东非最大经济体脱离通膨 疫情 中东挑战都还是未定数 TVBS新闻 今天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